由乐高积木开始打造原型 一名13岁加州男孩创造出了 造价相对低廉的盲人点字印表机 现在这项发明获得了英特尔青睐 投资协助研发 相信将会对于盲人的生活 带来巨大的改变 乐高玩具积木创意无限 甚至可以打造造福盲包的愿景 这名13岁的加州男孩 随后在老爸资助下 以乐高积木打造出的原型 创造出造价350美元的点字列印机 不但取得专利还成立开发实验室 全世界有5000万盲人 为了阅读接受资讯语言沟通 往往要花数千美元 添购语音设备 这位点字老师就说 这项评价点字印表机 将让盲人生活带来改变 现在他的发明甚至得到英特尔投资 今年内他所开发出的 评价盲人点字印表机 就要开始贩售